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233集 红没出来呢 布雷姆大嗓门道 他都八天没出来了 雷神说道 好疯狂啊 何若忍不住笑呢 对了 跟你们说个事 最近一段时间 恐怕我和布雷姆都不回来杀戮场了 旁边壮瘦大汉布雷姆也点头 怎么了 罗锋雷神一阵 这二人和自己一样 是属于那种经常呆在杀戮场的 我和布雷姆被老师延令 去申请称为宇宙剑系佣兵 参加宇宙剑系佣兵考核 何若亚地声音道 这宇宙剑系佣兵考核 比平常宇宙冒险要危险多呢 据说死亡率 淘汰率都很高 如果一个月之后 我和布雷姆谁没有来杀戮场 怕就死在了考核中了 今天跟你们说一声 也是怕以后我们消失 你们说我们不告而别 不够朋友 真的假的呀 罗锋雷神很吃惊 这宇宙剑系佣兵考核 有这么离谱吗 危险是危险 可是 那些宇宙己 狱主 戒主 超过99% 都是佣兵 核若眼神灵力 我若是不驳一把 也就当卫队小兵 被人忽来赫去的名 要做人上人 想过得潇洒 就得拼 就得战斗 布雷姆也是重重点头 罗锋和雷神彼此相识 他们二人 因为在地球上 已经是高高在上 所以根本没什么压力 不像和若 布雷姆等被重点培养的 他们生活环境压力 可比罗锋他们大多了 那些大势力重点培养 花费大量金钱资源等等 若是得不到满意结果 那些被淘汰的弟子的命运 怎么可能有多么好 可若 布雷姆 那剑西拥兵考核 有那么危险啊 雷神疑惑 宇宙拥兵联盟 分为冒险者 剑西拥兵 一星拥兵 二星拥兵 三星拥兵 其中冒险者 是不需要进行考核的 只要去登记报名 就直接是冒险者 剑西拥兵需要考核 一星拥兵需要考核 每一个称号 必须经过考核 剑西拥兵考核 达到恒星级 即可去参加 淘汰率极高 很危险 低沉声音 从旁边高大壮硕的 布雷姆口中传出 他的声音 仿佛在胸腔 还带着灰音 宇宙拥兵 本来就是在生死中冒险的 所以 剑西拥兵考核 作为入门考核 是要淘汰掉 不适合当拥兵的 武者精神念识 考核地点 一例是那些 早就被发掘开采过的 借主世界 在借主世界中 宇宙拥兵联盟 会制造许多危险困难 淘汰掉一大批人 在淘汰过程中 运气好 或许不死 可死亡率依旧很高 借主世界 罗峰一惊 借主世界 罗峰也查过资料 问过包包塔 宇宙中 宇宙级强者 就是一方大佬 而若是狱主 就可以在现实中 直接展现自己强大领域 狱主的领域 可不是红雷声的领域 那是要强大千万倍的 至于借主 不但拥有体内世界 而且还能创造一方世界 这方世界内 许多都可以按照 借主的想象去创造 所以 可以出现很多 不符合常识现象 在说什么呢 一道声音响起 罗峰等四人转头看去 正是一身黑色战甲的红 微笑走过来 整个人反而有一种 意气风发感觉 这令罗峰不得不感慨 红的确是怪物 一次次极限战斗 一般人都是疲累无比 可是 红却不会累一般 刚才听到你们说 死亡率很高 红眼拉着椅子坐下 说的是宇宙剑戏用兵考核 雷神道 教官来了 布雷姆低沉声音响起 教官 何若也是朝大厅入口方向看去 顿时看到三道人影走过来 其中的一个 正是他们的教官 布雷姆何若顿时放下翘起的腿 显得严肃了不少 教官 你们过去说的宇宙级强者教官 昆西 雷神嘀咕道 是哪个啊 罗峰也好奇看去 何若低声道 就是远处 纯绿色战衣光头 幸亏是在虚拟诱中 每个人实力 都固定在初等战将水准 虽然可以得到虚拟宇宙检测 确认实力 可只有在特殊场合 比如杀戮空间中 才能展示和现实中同等实力 而非特殊场合 不管是普通大众 还是不朽强者 一律是初等战将身体 幸好那位宇宙级教官 现在身体弱小 听力无法听到 否则听到光头二字 肯定狠狠教训他手下一批精英学员 光头 罗锋仔细看去 远处有三人并肩走着 其中两个人都是光头 一个穿着绿色战衣 一个穿着深灰色战衣 至于第三人 耳朵尖尖的 双眸微微泛红 嗯 罗锋瞳孔一缩 这人的容貌 跟诺兰山家族的人好像啊 远处三人中 那诺兰山家族的人似乎也发现了罗锋 也盯了过来 二人摇摇相对 犹如针尖对脉盲 诺兰山先生 看什么呢 宇宙拥兵昆西 疑惑转头看去 随即笑了 好 有两个是我手下学员 你手下 诺兰山 阴冷眸子撇过来 是那个 穿着血色战衣的黑发青年吗 不 那个年轻人我不认识 昆西连忙摇头 旁边另外一名 同样是光头的宇宙用兵道 那五个人 其中黑大哥和红发小子 是我们组织那个精英学院 其他三人不认识 不是你们北龙城的就好 诺兰山双眸阴冷 他在看到罗锋红雷神三人时候 一眼就认出来 那个血色战衣黑发青年 正是在地球上 曾经公开直播视频中的 那个地球领主 罗锋 诺兰山顿时感觉 一阵怒火从心中燃烧起来 直冲大脑 他拒服者称号强者 杀戮和等重 直接控制超过一千颗生命星球 挥下强者如云 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种挫败感了 可是 在地球上移 他的确栽了跟头 诺兰山先生 两位宇宙佣兵疑惑看着诺兰山 诺兰山却大步直接朝罗锋方向走去 两位宇宙佣兵 连忙在后面跟着 他们可是有求于诺兰山的 毕竟就算是宇宙级强者中 也是分有高低的 作为宇宙级九屋街 而且拥有巨斧称号的强者 诺兰山地位当然高 大厅虽然大 可也有上万客人 一名胸前挂着巨斧勋章 和两名一星佣兵勋章强者 的确吸引了不少人眼光 三人直接朝罗锋方向迅速走来 嗯 罗锋眉头微皱 教官 和若 布雷姆迅速站起来 红河雷神就看了眼诺兰山 疑惑低声道 罗锋 那个人跟诺兰山家族的人 长得很像啊 恐怕来者不善呢 罗锋眼睛眯起来 片刻 啪 战靴撞击在一起 三名宇宙级强者 站在罗锋这桌前 见过两位教官 何若 布雷姆恭敬道 嗯 那两名光头教官微微点头 却是看向诺兰山 诺兰山站在那里 俯视着坐着的罗锋 冰冷道 你就是罗锋吗 是 那可星球是你的 诺兰山问出第二句话 却没有说出地球名字 罗锋咧嘴一笑 对 卖给我 诺兰山硬冷眸子盯着罗锋 说个价 罗锋微微摇头 一百亿千无比 诺兰山道 这个没得谈 罗锋没有丝毫有余 一千亿千无比 诺兰山又道 我说 没得谈 不管你爆出什么价格都不行 罗锋看着诺兰山 旁边红雷神 也平静看着此人 旁边两位宇宙傭兵大吃一惊 这诺兰山一来就要买下 眼前青年名下星球 报价更是夸张 一百亿千无比 足够买非常顶级生命星球了 而后更是直接爆出了一千亿千无比的天价 什么样的星球值这样的价 就算对诺兰山拿出这笔钱也很吃力的 你在挑衅我 诺兰山双眸眯起 犹如毒蛇盯着眼前青年 年轻人 我脾气并不好 可今天我给你机会 将你名下星球转让给我 一切恩怨就此了结 星球给你 罗锋咧嘴笑了 可能吗 地球是无数地球人的家乡 对别人来说或许是有价的 可对于地球人而言 那就是无价的 抱歉 就不请你喝酒了 罗锋略微举杯 仰头一眼而尽 诺兰山脸色顿时更加难看 罗锋 红 雷神三人 看都不看他一眼 来 大哥 二哥 咱们干杯 罗锋举杯 来 干 红笑道 一口干哪 雷神脸道 三人根本将旁边站着的巨斧称号 武者诺兰山当成空气般 如果是在现实中 估计远远看到诺兰山 这三人就得迅速逃掉 游多远跑多远 可是 在这虚拟宇宙中 谁怕谁啊 罗锋三人 旁若无人喝酒 诺兰山站在旁边 脸色难看 另外两名光头宇宙佣兵 同样很不爽 因为 在宇宙中 对强者保持尊敬 这是最基本理解 在他们看来 眼前这三个青年 未免太过于嚣张狂妄了 这 何若和布雷姆二人彼此相识 不敢出声 这就真不错 如果是现实中 这七码价格得涨百倍吧 雷神夸赞道 而且还很难买到我 红也道 这虚拟宇宙好处就是多 罗锋夸赞一声 站在桌子旁的诺兰山 眼角肌肉抽出两下 犹如毒泻般的目光 扫视桌旁坐着的三人 忽然低喝一声 三个不懂得理解了小家伙 罗锋三人依旧不看他 我就让你们知道 在虚拟宇宙中 也得尊敬强者 呼的一下 他右腿仿费柄大斩刀 划过空气 闪电般斜皮向旁边的罗锋 敢动手 罗锋嘀吼一声 身体猛的一个后侧 同时 左臂连忙挡住这一脚 砰的一下 诺兰山右腿狠狠砸罗锋手臂上 罗锋整个人顺势直接暴退开去 亮腔倒退几步 同时双模一亮 盯着旁边的九瓶 碟子等等 九瓶碟子 直接悬浮起来 迅速砸了过去 打 雷神咆哮一声 红野闪电般冲上 大家都是初等战将级身体素质 谁怕谁呀 小心 他力量爆发更强 罗锋连忙喊道 之前对于诺兰山暴起 罗锋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 那一腿之力 依旧超出罗锋想象 此刻左臂都是疼痛难忍 跟我斗 诺兰山冰冷一腿 劈向最先冲来的雷神 而雷神整个腰一扭 就仿佛麻花一般 夺过这一脚 而拳头滑轨到呼吸 仿佛经过离心机加速一般 诡异呼啸着 砸向诺兰山 诺兰山眉头微皱 劈出的左腿 诡异的一个横切 切向雷神腰部 产生一股震荡气景 雷神冷哼一声 身体一软 宛如棉花一般 竟然身体直接缠绕在诺兰山左腿上 同时就准备用缠杀剂 柔剂 诺兰山面色微变 嗡的一下 他左腿上一根根肌肉直接崩弹起来 同时宛如一条大蟒蛇 滑溜迅速逃出缠杀 轰轰一下 一股可怕爆裂声 红的右腿就防肺柄尖锥直接刺向诺兰山头部 诺兰山争吟一笑 竟然直接前冲 只是身体略微矮了一下 就轻易避过这一脚 可红刺出的右脚 竟然瞬间就狠狠朝下方砸来 直接砸向诺兰山头部 滚 诺兰山一声赤鹤 头部竟然直接撞去 他的脖子一下变得粗大两三圈 轰的一下 头顶和红的右脚硬碰硬 红整个人都失去重心 倒向一旁 而雷神却是双手犹如情人抚摸一样 食指微微浮动 犹如一阵风 直接吹拂下诺兰山的杖的通红脸上 可仔细看的话 却觉得每一根手指 就犹如一条蟒蛇一样 痴痴 红再次贴身冲来 双拳一拳拳犹如浪涛一般 一次比一次重 诡异无比 破神 站在不远处的罗锋 一声嘀喝 一道念力 宛瑞跟绣花针 直接刺向诺兰山脑海 滚 诺兰山一声爆喝 双眸怒瞪 双臂鬼的膨胀变大 同时带这股气的针刺感 分别轰散雷神的双掌 红的双拳 同时砸在这二人胸膛上 令红雷神当场吐血 直接抛飞开去 寂静 杀戮场宽敞大厅中 不少人都看向这里 弄坏东西 钱扣在我账上 诺兰山喝倒 随即冰冷看向罗锋三人 罗锋 红雷神都震惊无比 一般对于同级别对手 罗锋的念力攻击完全能横扫 可是 这次因为在大厅中 没有念力兵器 所以 罗锋只能施展精神攻击 可这一次 似乎对诺兰山没有影响似的 而红雷神 在大涅槃时期之前 一个是内加拳高手 一个精通古瑜伽 内加拳 二人都是贴身近战的好手 这次 竟然被一个人击败了 须知 大家身体素质 精神念力 强度都是一样的 这是虚拟宇宙 每一个人身体素质一模一样 就你 还想用精神攻击对付我 诺兰山看着处于震惊中的罗锋 冷笑一声 在巨斧的五场 若是没有应对精神攻击的方法 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更别说 要连赢一千场 获得巨斧武者称号了 精神念力双方虽然一样 可意识强度 作为巨斧称号 宇宙机九阶强者 意识的确非常强 至于你们两个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